继强制解散台湾复联会并充公其资产后 民进党当局又把黑手伸进了台湾农田水利会 打算在今年10月将其改制为工部门 会长改为工派 台立法机构今天逐条审查所谓农田水利法草案 国民党党团痛批此案侵犯人民的财产权与选举权 民进党当局吃相太难看 台湾农田水利会是台湾负责管理灌溉水利设施的机构 在选举中动员力量强 民进党上台后依旧拿不下台湾农田水利会 近日通过行政机构宣布改制进行变相吞并 国民党人士批评此番改制除了为选举 还会多出一堆肥缺 未来岛内将多出17个重要职务 可能会成为民进党重要人士的酬庸 讲白点就是选不赢就用官派 假制征服选 目前台湾一共有17个水利会 会员为交纳水费的农民约有146.7万人 水利会干部就是区域选出的乡亲 二者之间往往有利益情感双重关系 因此农田水利会在农业县市拥有选举动员力 此外水利会还掌控大量的不动产 根据台农业主管部门统计 目前岛内17个水利会名下 现金超过750亿元新台币 辖下土地及水利设施等资产 保守估计也有2000多亿新台币 分析指出民进党当局 打起水利会的主意 一是想接管该会数量庞大的资产 二是想彻底铲除国民党地方根基 瓦解其基层力量 岛内专家指出 绿营将政治脏手伸向基层选举 目的是要将资源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上 改制草案尚未通过 台湾农业主管部门已经急不可耐 着手筹设农村及农田水利部门 准备接管17个水利会 并设立基金和财团法人 管理水利会现金及不动产 岛内舆论和基层炮轰民进党当局 一上台就忘了农民与民争地争财产 吃相太难看 民进党当局上台后成立所谓党产会 对国民党台互联会展开政治追杀和清算 如今对于农田水利会这块大肥肉 民进党当局自然也是不会放过 岛内舆认为民进党当局 亦于掌握农田水利会的人脉前脉 使之成为民进党未来选举的奥远 及非典型的小金库 相关内容请康熙带来梳理 康熙 好了小楠 值得注意的是呢 台湾共有17个农田水利会 是传统上地方派系的重要装脚 也是选战关键角色 尤其会长是资源分配者 更是政治上兵家必争之地 历届的会长选举多为蓝大绿小 截至目前 共有17位会长 国民党占11席 民进党5席 5党籍1席 总资产达6000亿元新台币 长期以来是民进党所觊觎的标的 尽管民进党当局划出了 健全组织保护水质 加强照顾农民等大饼 但修正草汉的诸多条文 剥夺民众财产权 剥夺自治团体选举权等 各种基本权利 而且对于农田水利会中小组长 掌水工等攸关运作的重要职务如何产生 草汉经以产生方式 由主管机关定职 一语带过 由此可以看出 民进党要的根本是人事 而对此 台湾忠实快评就痛批道 蔡当局带头冲公民产 却脸不红气不喘的 齿炎健全组织 照顾农民 行径犹如大盗势强 强夺 夺产 抢轻 还厚颜向被害人 邀功要感谢壮 对此 台湾媒体就质疑道 防疫当前 民进党却迫不及待 要吃下农田水利会 这时期 国民党被所谓党产会追杀 复联会遭清算之后 民进党再一次 不顾违法争议 豪夺民产 很显然 民进党在完全掌权之后 要把人权材 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要让国民党无力追之地 试想 当恶力G203 下一个受害者 又将是谁呢